什么是爱?没有平等和尊重 一切爱都是谎言 因为阶级差的本质是吃人 不尊重就是为了侵略 一个人一边跟你分尊卑,一边说爱你 只是为了防止你反抗,使你就范,降低镇压的成本 在男尊女卑的关系里是没有爱情的 在长幼尊卑的关系里是没有亲情的 我爱你,这件事不是我觉得我不容易 而是我觉得你不容易,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体谅你,理解你,心疼你 总觉得我爱你不够多 总觉得我还可以再给你一些 总觉得你值得更好的 我爱你,是我觉得我不配 而不是我觉得你不配 我爱你,我主动觉得自己不配 那是谦让 但是我爱你却时刻告诉你不配 这叫打压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满心满眼都是心疼 那么弱小无辜被选择被出生 被安插在并非他所愿的剧本里 接受无可奈何的阶级和家庭 只为了迎合父母的需要 在父母面前,每个孩子都是被存在的受害者 是的,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满眼看到的都是你的委屈和损失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时常心怀感激 让我有机会为你付出 相反,作为成年人主动选择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满世界大喊我吃亏了 他得报答我 这就是孝道下的父母 理解,体谅,心疼,自责,愧疚 这些都属于付出型情绪 而反过来要求对方 那就是索取行为 当你的父母张嘴说 你得理解我 你得体谅我 你得心疼我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不爱你的 是的,不爱 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 他们在进行情绪索取 甚至是情绪奴役 简直就是情绪霸凌 一个社会的父母 如果总在表彰自己伟大奉献 牺牲不容易 说明啊 他们一直忙着顾影自怜 根本没块爱孩子 关于理解体谅心疼啊 三个关键点 第一 是强大的理解弱小的 是父母理解孩子 而不是反过来 第二 是有经验的 理解没经验的 孩子不一定做过父母 但是父母肯定当过小孩 孩子理解不了你 你可以理解孩子 第三 是选择者 理解被选择者 是施暴者 理解被施暴者 是肇事者 理解无辜者 孩子没义务理解父母 但是父母却有义务理解孩子 理解一定是从上向下兼容 从强到弱去体谅 否则呀 一反过来 由强势去要求弱势 那就不叫理解而叫臣服 总之啊 父母让孩子理解自己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 因为身为身为父母 压根就没这资格 作为孩子 你不要顺着这种PUA的思路 往下回答 来试图证明自己有资格 不 你要反过来告诉父母 他们有责任理解你 但是你却没有义务理解他们 因为被选择被出生的无辜 小是你 实际上让父孩子去理解父母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要求 这篇文章啊 仍然是豆瓣网红余果写的